大家好,我是阿娟 今天分享一款好吃的果子 全程不用一滴水,蓬松渲染 别提都好吃了 早上配上一杯奶茶 香香的 住在近处的邻居可以过来拿哟 首先盆中放入500克普通面粉 5克酵母 3克泡打粉 15克白糖 10克黄油 用320毫升的温牛奶和面 先把酵母化开,编到边角 搅拌至面絮状 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中度软硬的面团 盖上盖子 发酵至1.5倍大 看一下,面已经醒发好了 把中放入一颗的小苏打 放入少许的温水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发好的面 按压几下 放入小苏打水 搅拌均匀 继续揉均匀 把面揉光揉匀 直接移到案板上 整理一下 按压扁 搅拌均匀 搅成长方形的大片 搅成薄厚 大约在0.2厘米左右即可 然后我们红的给它切成2厘米左右的宽条 然后再竖着切成小方块 在每个小方块的中间拉上一抖 拿过一个小面块斜着从中间扎眼的地方反穿过来 这样就可以了 再来一个 把所有的全部做好 锅中烧油 油温达到5成热 下入生坯 看到底部变色 我们给它翻面 看到两边都成这样的金黄色 即可控油捞出 一边炸一边揉 防止炸过火 500克的面粉 我做了一大盆 看着想不想吃 这样炸出的小果子 色泽金黄 蓬松柔软 特别的鲜软 奶香味十足 虽然是油炸的 配上一杯浓浓的奶茶 一点都不腻 如果您喜欢 就记得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